糯米飯包著油炸軌、炸菜和肉鬆 一條鍋可以邊走邊吃 方便飽逃又一餐了 香港哪裏有好味有足料的吃飯賣呢? 這次我們跟著關注組和網民的推介 去實施三間人氣吃飯 第一間來到新蒲江鬥章大王 是連續三年獲米芝蓮街頭小吃推介的小店 這間位於工廠區的餐廳 就連門面都很不起眼 但就很受街坊和打工仔歡迎 午餐來到 門口期滿了等位和等外賣的人 要個粘飯 麻煩你 要不要剪花半 剪吧 這裡有不同上海菜式的午餐套餐 不過也有不少人會單叫一個粘飯share來吃 這一間有鹹甜粘飯可以選擇 大約是18元 如果想加料就可以再加錢 粘飯來到的時候熱粒粒 拿著也有點辣手 它表面的糯米飯糰很香軟 煙煙韌韌 又不會黏身 表面見到米粒分明 包著一層層的料 肉鬆很香口 油炸粿還很酥脆 炸菜絲的量 炸眼看起來很少 但吃起來存在感很高 炸菜除了鹹鹹酸酸 還帶一點辣 整體來說都挺好吃 各樣餡料都不錯 下一間來到大埔的日東餃子 是當區的人氣餃子店 原來除了餃子 它的粘飯也很有名 通常粘飯是兩點後才有 對 要粘飯鹹豆漿 這間粘飯28元一個 有不同的套餐 例如粘飯配鹹豆漿就42元 這個粘飯比上一間大一點 同樣也是熱粒粒的 這個飯就厚一點 多一點 吃起來挺軟的 但有點太黏 至於肉鬆有點鹹香 味道很濃 份量都很多 油炸鬼都脆 但有些太硬 好像炸過籠 這間的炸菜比較多一些 和大粒一些 口感很爽脆 味道偏鹹一點 因為這個料不是一層層包 所以有時不可以一口吃完所有料 例如有很多肉鬆 都是偏向一邊 咬下去會太硬 和有點難咬開 不過整體味道和份量都不錯 只是味道上比上一間鹹一點 都挺喜歡重口味的人 最後一間是很有打卡感覺的 塞麥拜豆乳狂人 是近年都挺有名的豆乳專門店 賣很多豆乳類的甜品 和新派食品 而它粒飯的口味款式 都很多元化 你問哪款粒飯最多人選擇的 我是這個最主要吃的 如果其他的話 萬元 其他人都會選擇 好的 不過我最後選擇的 是牛油果吉列蝦粒飯 52元 這間的包裝很精緻 很有質感 粒飯是三間當中最大的 整條粒飯都包得很實正 很足料 表面的飯厚厚一層 看見都飽 和傳統粒飯一樣 裡面有一層肉鬆 也有一條油炸軌 但就很小 像是一開二的 而有別於傳統粒飯的是 它沒有炸菜 取而代之的 是炸蝦 青瓜絲 肉脂 和沙律醬 整個感覺和味道都很像日式壽司 吉列蝦的表面炸得很脆 炸粉也很薄 而蝦肉也很彈牙 淡淡肉 肉質就微甜 青瓜絲配沙律醬 還很清爽解鯉 不過沙律醬就知道 不是很平均 沒有沙律醬的部分 有點乾和單調 不過吃完才想起 這個粒飯不是有牛油果的嗎 但又好像吃不到 不過整體的味道其實不錯 但粒飯好像也要有 炸菜的鹹酸味才適合 它的份量很多 而且很飽肚 52元 大家又覺得性價比怎樣呢 以上三間入面 豆漿大王的粒飯 好吃之餘 每樣餡料都很match 而且油炸鬼都很酥脆 所以我認為是最好的 大家又有沒有隱世的粒飯推介呢 就說不算拍攝 而且油炸鬼都很詳細 如果焦卷 那些油炸鬼都很酷 還有兩種炸鬼都很酷 這可是